今天呢 我们只有一天的假期 我们在外面的年轻人 我们要怎么回去 去学习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我们也尊重你们的春节 也请你们尊重我们的文化 好人家有在守住文化 守住仪式 但是年轻人没有假日可以回去 让重要的祭典 年轻人无法穿成 我们不是要回去玩乐 大家都觉得好像回去 就是要唱歌喝酒 大部分的朋友呢 都以为所有的原住民 就只有在过封眠季 可是 其实我们这么多的族群 我们每个族群的祭典都不同 一天交通来回就够 祭典比照春节三天 要年纪也要工作 我的家乡在都兰在台东 光是从台北要回去 这段路程就花了很多时间了 各方要参与祭典里面的活动 很重要的诉求就是我们原住民呢 我们需要不止一天的假期 让我们能够回去去做我们的税时记忆 内政部纪念日跟节日的施行条例里面 用原住民税时记忆里面也只有一天的时间 这是非常非常不够的 所以我们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税时记忆的时间 比照一般非原住民的朋友 三天的假期 原住民在这个岛上四百多年 但是经过这一百年 我们很习惯过除夕 过春节 前阵子常常跟大家一起吃肉粽 过几个月要跟大家一起吃月饼 但是这些节日都跟原住民没有关系 但是七月八月 特别是东海岸很多的阿美族 很多不同的族群要过自己的年纪 竟然没有假期怎么办 从除夕到春节 通常有四天以上的假期 可以过自己想要过的节日 但是原住民过一年最重要的年纪 目前只有一天 有句话说请神荣誉送神南 我要说一句话 请祖林困难送祖林更困难 在我们台北达部落 我们的祭典 为了以理性 我们所谓我们的年纪 从第一天到第五天 哪一天可以去省略的 我坐个火车回去台巴朗 回到花莲 吃个中饭我就要上来了吗 祖林谁送谁请 祖林谁送 老板会认为说 这个祭典 政府已经有给你们一天了 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假 或者是说 你可以辞职啊 我们这五天的之前 我们还有十天 青年人要做什么工作 我们要上山带着青年阶级 我们要去采菜 我们要去准备 第一天请主理的猪肉 那这些工作有谁来做 如果这个政府还是迟一天 那我看这个猪肉 我干脆去超市去买好了 用那个生鲜宅配啊 我祭典回去之后 老板已经不用我了 他已经找了新的人 祭典一结束 又碰到哥哥 你怎么还没有北上 怎么还没工作 他说 放太多天了 老板不用了 所以新的一年嘛 换新的老板 这是非常的幽默 一点都不幽默 其实光是祭典这个名称 我们中文就叫祭典 可是在各族群 其实我们的称呼都不太一样 像阿弥斯的话就叫以利信 那像台湾族的话 马的饭 对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那这是其中一个赤桶渡落 你看他从第一天的 就是要杀猪 然后要分食 然后甚至要送去给老人家 给他们吃饭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开始海祭 那三天两夜的在海边举行祭典 那年轻人呢 就要跟老人家学习 怎么射语 怎么采集 那个采集 采集的方法也都是要靠祖先传承下来 或是长辈告诉你说 那边有浪不能去 然后哪一颗石头有重要的 什么贝类或是鱼类 可以去那边采集 每一个族群都有属于 各族群专游的祭典名称 不是只有丰年祭 而且我们在祭典里面不是只有唱唱跳跳喝酒 就结束我们一天的祭典 一个祭典 它的准备期间有时候长达一个多月 那这一个多月呢 我们全村全族的人不管大大小小男生女生都要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你说一天的时间我们要怎么去准备这个祭典 我们不是只有回去去像一个观光客一样回去我们祭典然后一天就离开我们是族人所以我们需要参与全程的准备工作有时候到一个月怎么办就像刚刚前面我们的马耀说的他为了要参加全部的祭典他被fire掉了他找不到工作了可是这个祭典的参与不是说只是一个准备工作而已 而是一个族群他很多的文化智慧在里面要有长者传承下来给小孩子让他们知道这个祭典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与祭林的对话一直到祭典呈现我们与祭林一起享受这样的一个祭典一直到祭典结束我们把祭林送走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不是只是封年祭 在两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十五条里面写得很清楚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这个文化生活的里面是包含原住民的节日的庆典的文化参与的这些年轻人真的我们都会面临到一个增长就是在工作跟跟做文化传承这件事情有很大的矛盾 我觉得将心比心大家过年的时候如果你过年的时间公司只有放了一天假你在台北工作你的家在高雄要吃年夜放了万一不小心又是在高雄比较偏僻的地方你要怎么回去过这个年 一天是不够的希望内政部很快的时间里面马上就可以修订让不同的族群在这个岛上可以过自己的节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